怎么样星座的男人 会特别的宠爱另一半 怀中的星盘绝对看得出这种特质 我们等一下慢慢来聊 首先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宠爱另一半 大家知道宠爱跟我们所说的 什么疼爱关爱是不一样的 所谓的宠爱是什么 它带有一点点那种 骄纵溺爱的性质 就是有一点好像由上对下的 去对我的另一半很好 哪些星座特质的人 会有宠爱另一半的这种特质 我们来看第三名 我们会从男生星盘的太阳 以及象征男性 男性行动的这种火星来观察 主要是这两颗行星 像怀中太阳在狮子座 火星在巨蟹座 然后我们来看第三名 如果有落在 这么好 其实观众朋友可能光看 如果我们只看标题 看到摩羯座 你可能会想说不准 摩羯座这么冷漠 这么严肃 怎么会 但是我们节目一定要好好的看 不能只看标题 为什么说摩羯座的人 对老婆 对另一半会很疼爱 我们知道摩羯座的人 其实有的星座 他可能会谈恋爱 他是用谈情说爱 用嘴巴说 但是这一点摩羯座的人很吃亏 因为他们大概有 这个七成以上的几率 是很不善言辞的 不会讲甜言蜜语的 像怀中你谈恋爱 特别针对恋爱的这个特质 就有强烈的摩羯座 好 摩羯座的人他们很典型就像刚才小龟说的 我们明明约会去看电影 通常女生说我好冷 其实我内心是希望他揉揉我或是抱抱我的 但摩羯座的男生听到 有90%以上的几率是把外套脱下来给另一半 然后说这边那么冷赶快走 要不然感冒的话 这个很麻烦 现在感冒病毒怎么样怎么样的 就是很解嗨你知道 很不懂的这种浪漫的感觉 但是摩羯座特质强的人呢 他们对于老婆真的是一种疼爱 很像有一种爸爸对女儿的这种关怀的感觉 就他们会用行动来表示 比方说婚前他可能就会考量说 如果我们要结婚房子要买在哪里 我要怎么样去存钱 那如果有了小孩 小孩长大是不是要换屋 我该怎么去做怎么去赚钱 他都不用让老婆担心这些事情 就是自己会规划好 用这种方式来疼爱他的老婆 是比较务实的 就是那种不善甜言蜜语的这种特质 好所以像怀中在追小龟的时候 因为摩羯座的人他们很重视传统 他们可能就觉得说 这个我一定要什么 经过你的同意 你说好我才能够牵手 或者是我一定要 可是从哪里看出他是摩羯座 对啊我找不到 因为他的上身是处女座 所以就是我们讲说 星座除了行星的特质之外 有一个我们叫做宫位 不同的宫位 代表不同的这种生活的领域 怀中的这种跟恋爱有关的宫位 是我们讲说第五宫 其实就是摩羯座的 所以他有很强烈 尤其是谈恋爱 或者他对另一半 就算是老婆 我有爱的感觉的时候 就是有摩羯座的特质 对就是观众朋友 你们可以上网去 再下一个这个 星座的宫位盘 对有些对宫的影响 对整个新盘 如果专业一点的新盘 他都会有各个宫位 像我的第五宫位 是管爱情的 就是水瓶座 所以土龄哥对于这种 其实比较喜欢一个人的感觉 或者是有伴的时候 我们不要太亲近 最好你过你的我过我的 我们心灵沟通心灵交流 这是最理想的恋爱状态 是 对所以第五宫 吃饭各复各的 对 是真无聊 怎么跟你交往 来我们来看 会宠爱另一半的第二名呢 如果太阳跟火星 落在金牛座的男生 原因是因为 好 金牛座它一样是一个 很务实的土元素星座 对不对 而且他们对于另一半 喜欢什么都会记在心里 好 而且呢 通常金牛座的男生 大部分脾气都非常的好 比方说呢 这个不管是女朋友 或者是老婆 在晚上十点突然说 我肚子好饿 我想去吃牛肉面 有的新座的男生说 管你的明天再吃啦 还没那么晚 吵什么吵 但金牛座的男生 他就会说 你想吃牛肉面吗 就默默地去换上衣服 拿了车钥匙 说我知道某某某牛肉面店 很好吃又开得很晚 要不要一起去吃 或者是呢 他们就说 那你不想出去 那我帮你带回来 就他们对于另一半 喜欢什么 要什么都会记在心里 而且金牛座的男生 他们会把家里面的环境 布置得非常舒适 让另一半回到家 好像有一种 很有安全感 归属感 这是他们宠爱 另一半的一个方式 是 那么第一名呢 如果太阳跟火星 是落在狮子座 像怀中一样 原因是因为权力满足一切需求 太阳跟火星在狮子座的男生 他们觉得我要满足伴侣的需求 我才像个男人 这种需求可以是很实际层面的 比方说你说这种家里面的 这种经济状况啦 住的环境 或者是另一半的情感上的种种需求 像刚才 怀中说他在追小龟的时候 买了那么多甜点 其实这是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不是小龟要吃 是他的一种主动的行为 主动追求的方式 但小龟就说 我好像感冒了 我可能需要感冒药 怀中一听不管多远 你感冒了 我把药送给你 这是满足你现在的需求 感冒药是别的 这个我也会做 因为他只是 他只是还不知道这件事情 如果他知道的话 他不只会带上感冒药 他会准备好温开水 是 你吃药的时候 你连水都不用去找了 所以这样的一个方式 会是狮子座的这种 疼爱对象的一个方式 而且狮子座的人 他们会希望 另一半是开开心心的 因为他们是一个火元素星座 他不太喜欢 这个整个气氛 或是这种另一半 有一点好像皱褶眉头 或者是那种 绝对不开心的状况 所以只要另一半 有任何能够让他开心的事情 相信这种狮子座的男生 他们都会去做到 而且狮子座是一个 我们说是一个 很有目标导向的星座 只要他定立了 这个目标的时候 他绝对会全力以赴 中间不管有多么的困难 而且有点困难 我去克服困难 反而是可以让狮子座的人 更有活力 更觉得我来疼爱你 展现我爱你的一种方式 提供给大家参考 谢谢